美国人眼中的我们究竟是啥样的? 这不是毫无意义的瞎提问 因为近日一份民调的结果有些糟糕 美民调最新数据显示 持有对华负面看法的美国本土民众超过了八成 美国经济那么发达 为什么数百万外国人更想来中国? 这是此前一位美国网友在外网发布的一个帖子 其网站被人们称为美版直呼 问题一出,整个问答网站都沸腾了 来自全球的网友都在下面评论 其中一位美国网友说 中国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 任何方面都比西方国家落后 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有外国人选择生活在中国 这让他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另一位网友在下面评论此人 兄台你还是先连连网吧 中国早就成为了经济发展大国 甚至有世界瞩目的高铁技术 此话一出立刻就由外国网友反驳 中国高铁票那么昂贵 就算造的再多有什么用 中国的穷人做得起高铁吗? 总之奉劝大家还是别去中国为好 还没等中国网友顺着网线跑国去澄清 一位生活在中国多年的黑人朋友站出来了 他不仅一一反驳了之前评论里的话 还向全球网友解释 美国早就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好了 并且中国也没有你们以为的那样落后 反而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如果生活在美国 我会感到十分害怕 但生活在中国让我拥有极高的安全感 因为美国的白人警察向来都是暴力执法 不仅能够随意枪杀黑人 还有着严重的种族歧视 后面这位黑人网友还表示 即使身处奉行自由平等的21世纪 他在美国依旧会遭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待遇 比如一些商场会禁止黑人入内 还有近半世纪以来 美国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 根据海外网之前的报道 从黑人在美国的平等总数来看 他们只享有白人的70% 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 美国把人权置于最末位 也许你会说美国是最重人权的国家 但那只是口号喊的响而言 不信你去看看疫情下的美国 确保大选顺利进行 保全国内股市平稳都比抗击新冠要重要 政府完全不会为民众的生命负责 从而导致了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00万 死亡病例更是高达数十万 而正是看透了美国的真面目 这位黑人网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这个让他失望的国度 然后来到了中国 之后全新的生活让他体验到 能在中国生活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你们认为中国这不好那不好的 一定没有真正到过中国 这个国家对于外国人没有任何偏见和歧视 是他去过最友好且最文明的国家 作为黑人的他在这里感受到了真正的尊重 并且中国的那些城市都非常发达 当地人对外国人态度十分友好 所以他还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 不过你们只要来中国 也会迷恋上这里的人文气息 通过这段话 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位黑人朋友对中国的喜爱 以及浓烈的信任 当然他说的都是事实 日前就连世界首富马斯克都宣称 中国比美国更重视人权 就凭这一点老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比得上 美国那么好 为什么反倒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这是困扰一些外国网友的问题 并在外网上引发了热议 其中有位黑人网友的评论让人眼前一亮 让这位黑人网友对中国赞不绝口的原因 还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社会安全性 任何人不管什么时候在外面走动都不需要担惊受怕 哪怕是在凌晨三四点出去吃东西 因为中国有着很好的治安 发生枪击事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加上遍及大街小巷的监控摄像头 不管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 都能被中国警察抓捕归案 而且更让黑人网友觉得十分暖心的是 中国的警察特别关心人民群众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找中国警察一定是上上策 总之如果你在中国生活可以不必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 一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在下面回复道 中国的人民警察比他们的美国同胞更具有人性化 更少使用暴力也更平易近人 他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种奇特的体验 因此他一点也不会担心在中国遭到暴力袭击 或者持刀杀人被无缘无故绑架等不幸 另一位曾来到中国的外国网友说 除了过马路要小心电动车以外 你不需要对其他任何事情感到不安 这条回复很快引来了一位美国网友的感慨 他说之前自己曾被美国警察拦在路边 那位警察直接把他从车子里拽出来了 并且还用枪顶着他头部 在那一刻前他从未感到死亡离自己那么近过 而这些来自普通外国网友的回答 往往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最真实的社会问题 一位韩国网友看完这些回答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中国治安好就是大家都想去的理由吗 可这个国家究竟是靠什么留住外国人的 很快一位已经在中国定居的黑人网友 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 他说因为如今的中国拥有了新的四大发明 分别是高铁、网购、支付宝以及共享单车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喜欢干的事情 便是躺在家里不停的买买买 然后体验拆快递的感觉 同时在中国他无需出门就能吃到自己喜欢的美食 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移动支付和交通方式 如果你想出门逛街什么都不需要带 只要拿着一部手机就能实现付款自由 并且这种移动支付在任何场合都能使用 而在交通上就更方便了 中国的高铁等交通工具能够满足他的一切出行需求 更重要的是费用还很实惠 即便他还没钱买辆小车 却可以选择共享单车作为代步工具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 不仅有着丰富的菜品种类 而且还很安全 他的家人十分喜欢他带回去的中国美食 但是在来到中国之前 他从小接受到的世界观欺骗了他 通常他们对中国的印象都是穿着破旧的草鞋的农民 各个地区都比较贫穷 直到他亲自来到中国才发现这些都是西方媒体一手打造出来的假象 在美版知乎上 美国网友在网上发帖提问 为什么中国那么穷却还有那么多外国人想去 实际上这是外国人对中国存在的固有刻板印象 主要原因还是西方媒体对其民众进行了长期的错误引导 从而导致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 美版知乎上有位网友表示 他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充满压迫 烟雾弥漫的国家 因为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就是如此 这个原因倒是能够理解 当然不乏一部分人只是戴上了有色眼镜 不愿意承认如今中国的强大 恨人有 笑人无 这就是西方人普遍的病态心理写照 一旦见有人比自己发展的更好 就习惯性的出手打压 可他们媒体也只能干抹黑中国形象这种事情了 因为历史证明不管使用什么下散烂的手段 都无法阻碍中国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都走在进步的道路上 比如科技方面 放眼线在中国的那些国产企业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技术难关 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同时也证明了咱们的技术水平 不输于欧美那些发达城市 那么就有人好奇了 西方人究竟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偏见 咱们从美版直呼网站上选取几个热议最多的观点 第一个偏见 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那些没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大多都持有这个有识偏颇的观点 而实际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不管是高铁火车还是普通高速公路 建设的成果都令人惊叹 并且每个交通工具的舒适度和安全性 也让外国人挑不出毛病 相比之下 一些发达国家的基建工作做的还没有咱们到位 城市周围的部分道路更是长久实修 也许会有网友说 中国仍然有贫穷落后的地区 虽然这确实是事实 但如今随着经济发展 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推进 极度贫困的地区数量已经很少了 中国一直都在努力的解决贫困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也取得了令人愉悦的成就 还有个偏见是说 中国的环境特别脏 当然发表这种言论的外国人一定没有来过中国 他的世界观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更不知道中国的城市整体环境 早就不能用脏乱叉来形容了 马路两面都是咱们种的绿植 你走在外面用肉眼观察这片土地 也几乎看不出什么严重的环境污染 并且更值得我们国人骄傲的是 目前公众参与生态环境项目越来越积极了 随着国民环境意识的觉醒 整个国家的环境形象自然比以往要整洁的多 而在中国有生活体验的外国人是没有这些偏见的 外国人总是很强调自由 而在中国的任何地区 他们既能实现交通自由 购物自由 信仰自由 还能获得各种在外国无法享有的自由 因此真正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中 绝大多数人都对中国有着极高的好感度 并且开始喜欢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有位来自德国网友的留言很有深意 他说自己宁愿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也不愿意身处犯罪猖獗 并且充满不平等的美国生活一天 常言道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不管外国人对中国这个国度最初有是多少偏见 只要踏进这片土地 所有的谣言都将不堪一击 因为外国人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国各方面的魅力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不错 请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